长期频繁的注射肉毒素对身体是没有影响的 前提是在注射肉毒素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产品 目前有质的产品有两种 一种是进口的饱腹食 另一种是国产的行李 而且注射时是要找正规的医生去注射的 要把握一个相对安全的剂量 以整形美容为目的的肉毒素注射 单人单次会超过200个单位 以确保安全 肉毒素注射不可在短时间内重复大剂量的注射 否则会引起机体产生免疫性抗体 产生耐药 使得以后的注射没有了效果 因为肉毒素在体内一般半年左右就代谢掉了 所以肉毒素需要再次注射 肉毒素的再次注射应该在前一次注射的三到六个月之后去实施 这样才能保证长期使用的有效性 对于注射效果有少许不满意的部位 可以在注射一到两周内做少量的补充注射 在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 使用正规的产品 给予一个安全的剂量和间隔周期 它的毒副作用基本上不会发生 所以说肉毒素注射还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感谢观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